一步步推进基因改造的丰富为业 历经多年研究了地域暂时民宗子 已经运营的水乡村 基因改造产品对应粮食危机 对世界的影响 以民众生活为中心 剧作家钟乔 利用剧场反映社会问题与人民苦痛 也要透过一些戏剧的游戏 透过一些让他们自己讲他们的故事 那这一些方式渐渐把导引进来以后 他们会觉得说 原来这个戏剧这件事情 是可以作为一种沟通的桥梁 透过沟通与体悟 在现实背景与失忆象征之间传缩 建造一个多元多重的想象空间 那每一种事会转变呢 它一定会带来的一些福利 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代价 譬如说基因改造的粮食 因为不平均 穷的人还是没有办法 因此而得到这个粮食 用文化戏剧能不能立即改变世界 不是重点 能看见别人没有看到的 掀开社会的表象 它觉得很值得 当社会的很多数的人 他们找到了他们的更好的 就是生活方式的以后 那那一些在社会底层的人 他们是不是相对的 还有一些他们的问题想提出 所以我的思考不是唯一 中小说不同世代的演员上场前 组读书会 训练会 透过看见别人回应自己 集体创作 其实透过戏剧 沟通 交流 老师会看到不同世代之间的差异 对不对 对 虽然你都说你是老一辈 但是不看你了 还一辈子 创作本来才有响跳 探讨社会议题的戏剧 老师无非是希望 透过观众与剧情之间的对应 能够找到人在环境当中 如何自处真正的思考 不看一来是意孝顺 创作本来才有响跳 不看一来是意孝顺 创作本来才有响跳